我们知道学院派 这个从法兰西艺术学院 也就是我说的 昨天说的这个法兰西艺术学院 它的这个成立的时间 最早是绘画和雕塑院 应该是1648年成立的 这个院 那么跟着下面的一个院 就是音乐院 然后跟着是建筑院 建筑院是最晚的是 大概是1571年前后 那么到1814年 这个法兰西学院才发生三院 合并在一起 叫做法兰西艺术学院 就是我们说的Posa 就Fine Art 大概就是这么一个过程 那么这个过程呢 它实际上它浑阔的那个时代 就是从如果最早 我们讲1848年 那么一直到了这个19世纪的中叶 也到了就是1850年前后 这个期间最大的一个艺术运动 就是我们说巴罗克 那么所以说整个法国艺术学院的这个整个过程里面 我们可以说巴洛克这样很大的一个跨度 它因为有差不多七八十年是巴洛克时期 然后再进入到下一个就是新古典时期 然后再从新古典进入浪漫主义时期 再从浪漫主义进入这个写实主义 或者现实主义时期 然后再崩溃了以后就变成了印象派 那就进入了20世纪 大概是这么一个过程 那我在这一套节目里面 我是想比较详细的去讲讲这个经历 因为我估计在大部分的听众的这个心目当中 这个阶段不是太清楚的 但是我们如果讲到巴洛克 事实上我们每个人都看到大量的巴洛克 因为巴洛克是17世纪 就是166几年到18世纪 就17多年 这个期间的一个比较完整的这么一个艺术的风格 我们如果一般人去旅游 去澳门 我们看见大三八 我们看见这个圣劳伦佐大教堂 我们看的这些教堂在澳门所见到的这种 粉红色粉蓝色粉绿色的 还有什么玫瑰堂啊等等这一些教堂 他们其实都是属于一个时期的 也就是耶稣会在澳门所建立的这些 巴洛克的建筑 如果我们有机会去布拉格 捷克的首都布拉格 或者到斯洛发克 更加如果你到奥地利到德国到法国 你见到大量的建筑 都是这个巴洛克时期的 在意大利呢 那就是一部分一部分 因为意大利有古罗马时期的 也有若干中世纪时期的 那个然后有文艺复兴时期的 然后巴洛克的在意大利 也在很大一个部分 我们到南美洲 如果从墨西哥 移植到阿根廷到巴西 你看到那里的教堂 都是巴洛克风格的 所以巴洛克风格 是占据了我们现在所说的 经典建筑的一个非常大的一部分 我们所见到的大部分 都是这一部分建筑 但是对这个时代 我们实在是了解的不多 那么这个事情呢 我应该说划分起头说 那为什么会出现巴洛克 这个艺术风格 包括绘画 包括建筑 包括戏剧 包括音乐 这很多人就不太理解啊 为什么他们那么戏剧化 那么鲜艳 那么具有张力 那么具有包容 那么让人喜欢 这是第一点 今天呢我们就讲讲这一点 巴洛克的 这个风格的产生 其实跟天主教内部的改革 是有密切的关系 我们知道天主教 其实整个这个 我们现在叫基督教 其实基督教从早到晚 他都是姓这个基督的啊 耶稣基督 那么对这个基督不同的理解 那么使这个教会 分了很多很多的派 那么在大概公元11世纪的时候 他们就由于信仰不同 或者是管理的权限的冲突 就分裂过一次 就分裂出这个所谓正教会 就是我们叫做Orthodox 这个正教会主要是去了 斯拉夫民族 也就是中欧和东欧 那现在的俄罗斯 整个斯拉夫人的这个国家 像波兰啊 捷克啊 斯洛法克啊 一直到斯洛本尼亚啊 等等这些国家 一大片的白俄罗斯啊 乌克兰啊 这一大片 罗马尼亚 这些都是属于政教 因为他们的位置在东部 所以我们一般把它叫做 Eastern Orthodox 就是东正教 这样分类了一次以后呢 这个教会就少了一大半 那么剩下的这些呢 他们又发展到大概 15世纪16世纪 应该是16世纪 在中世纪以后 那么这个在天主教的内部呢 又出现了一些新的人去抗议 其中最重要的就是马丁路德 马丁路德这个他们 是认为这个教会腐败 专制 所以他们也又分裂出来 那么这一部分分裂出的人 在英语里面我们叫Protestant 这个原意的翻译就是抗议者 但是实际的意义呢 就是我们现在叫新教 所以新教是不承认这个 罗马天主教会的 他们就分裂出来了 那么到这个时候 大概到1530年 以540年左右 这个罗马天主教的内部 这天主教内部就产生了很多改革的呼声 就说如果我们继续是这种 荷刚严的脑袋 我们不改革的话 可能整个教会就最后分裂掉了 所以有改革派 这个改革派里面呢 就出现了很多这种修会 就是修院这种组织 那么这种组织 我们知道有几个非常出名的 我们知道有个叫多明会 就是圣多明格教会 这是其中的一个改革的要求 第二个更出名的就是San Francisco 就是我们经常说的这个方济阁会 那么第三个就更出名了 特别是在中国出名 就是耶稣会 耶稣 那么耶稣会的成立是 大概到1534年 这个会不是在意大利成立的 这是在法国巴黎 巴黎的郊外 现在在巴黎的一个叫Saint Dennis Saint Dennis的教堂里面有一个 有个神父 这个神父呢觉得 这个教会里面问题太多了 必须改革 那么这个神父 叫做Saint Ignacio de La Hoya La Hoya我们译成中文呢 就把它叫做罗耀拉 这罗耀拉呢 就组织了大概22个年轻的大学生 他们在一起呢 就成立了这个耶稣会 这个其中 这个耶稣会的组成人当中 有一个很重要的叫Javier 这个X-Kaito的 Javier译成中文 就叫沙无略 沙无略 这个人如果大家到澳门去 我们看见他的有一块 身上的骨头还陈列在其中的一个教堂上面 沙无略 那么这么这些人组成的这个耶稣会 那么耶稣会到底对这个 我们说这 巴洛克运动有什么影响呢 那影响就相当大了 耶稣会的 他的成立的有个宗旨就是 当然他是要促进宗教的发展 但是他主要是从另外一个方面入手 就是不是以说教为主 而是以社会工作 慈善工作 扶贫就弱 并且新办学校提高教育 以这个为主 所以呢 这个耶稣会 他出现了没多久就在欧洲 成立了大量的学校 现在欧洲的非常著名的高中和大学 有相当多一部分是由耶稣会所建立的 耶稣会是一个新学的一个学会 那里面除了非常多的 非常多的伟大的学者 像我们知道的重大的科学家 笛卡尔 大家知道 笛卡尔就是耶稣会的一个成员 他这个 耶稣会到现在为止 他的力量也还在的 我们现在罗马天主教的教宗 就是方济阁 Francisco 从阿根廷来的 他本身就是一个耶稣会的成员 那么由于他们提倡教育 并且提倡要让老百姓知道他们的这个教义 所以他们很重视文化艺术的推广 那么这当然就形成了 耶稣会和圣方济阁会 当然还有我们说的多名会 这些会呢 他们在传教的时候就往往就 做非常好的教堂啊 并且设计就不再是 哥特式的那种非常严峻啊 严肃啊 那种 而是里面充满了各种的色彩 非常的丰富 并且画了很多壁画 天顶画 做了很多非常优美的雕塑 让大家走进去 非常的 这个心旷神仪 他们在艺术上 有一个很不同的主张 他们说原来的艺术是 well informed 就是要给你足够的 关于这个神的这个资讯 他说现在的艺术 或者现在的他们的这个教会 应该是speak to people 就是对和一般的民众去讲故事 那么这个 当然我们没有这么多时间去讲 但是我们只是讲耶稣会 跟我们现在在澳门所看到的 这些非常漂亮的建筑 是有完全绝对的关系 大部分都是他们建的 我们玫瑰堂 是多名歌会建立的 那么除此以外 大部分都是耶稣会建立的 那么这就是进入中国的 当然我们说耶稣会 在上海的建立的最大的教堂 就是徐家会大教堂 那这个是非常宏伟的一个建筑 那我们今天就不会太多讲这个宗教 因为我们是讲艺术和设计的发展的历史 不过有一个人 我在这里要提提他的名字 那也不是萨夫雷 也不是罗瑶拉 而最重要的就是对中国 非常有影响的这个 Mateo Ricci Mateo Ricci的中文名字 就叫利马斗 利马斗是把自然科学 翻译成中国 在中国居住 并且最后是死在北京的 这个耶稣会的一个传教师 他是吸收了一个非常好的弟子 就是徐光启 这都是大学士了 那么关于这些人的故事 我们实在是太多了 我们不可能用这个讲艺术 或者讲设计的实践来讲 但在这里呢 我是特别的希望大家知道 为什么会产生巴罗克风格 他的关键原因之一 就是因为这个基督教内部的改革 而导致的 因为如果不改革 这个天主教 他就要垮掉 所以这种改革力量 就促进了这个整个的教会的发展 一直发展到现在 当然耶稣会也有到很黑暗的一面 那个他为了强制自己这个信仰 采取了无所不用其极的手段 所以我们现在有很多的传说 所以他们有很多很黑的东西 那个我们可以在网上看到很多 巴罗克风格 这个原字叫Baroque B-O-R-O-Q-U-E 这是我们在英文里面用的字 这个是法文也是用的这个字 它的原字是来自葡萄牙文的Baroco B-A-R-O-C-O 那是Baroco 我们知道西班牙语也是用这个字 Baroco Baroco是指什么东西呢 是指一个珍珠鉴定学上的一个俗语 就是一个珍珠如果它不平 它这个珍珠表面有些凹凸 或者是不规则的珍珠 我们把它叫Baroque 他们叫Baroco 那么因为这个艺术的风格 就是很多的装饰 很多的细节 很丰富 并且很温柔 英文叫做很elaborate 就是非常的精细 或者很detail 很多的细节 并且很讲究这种dramatic 这种戏剧性 或者很讲究这种tension 有这种紧张的感觉 并且有一种崇高的感觉 英文叫做exuberance 这些俗语 大概就是讲这个故事的 那么它其实所表达的一种精神 是胜利感 trump 或者是power 是权力 甚至还有一种的就是control 就是控制 这大概是来自这个字 Baroque的产生 我们前面讲的 它跟宗教是有那么多密切的原因 跟耶稣会 圣方基格会 多明歌会 他们的改革 天主教是有密切的关系 但是从艺术上来讲 他们还是跟renaissance 就文艺复兴 是有冲突的 文艺复兴是中世纪以后 一百多年的一个重大的 欧洲的一个运动 那么这个运动呢 创造了整个欧洲的 伟大的人文主义的时代 我们知道文艺复兴 是个理性主义时代 就大家什么东西都很讲究理性 要有规则 有几何 有透视 有解剖 很理性 理性有余 而感性不足 当然我们不能 一言以蔽之 文艺复兴里面 也有几个大师呢 他们是非常具有感性的 像达芬奇啊 或者米开兰哲罗啊 或者拉斐尔啊 像这样的一些大师 但总体来说 还是理性主义 什么东西都很严谨 那个我们说 巴洛克运动 它的最大的不同呢 就是和这个的决裂 他们希望 更加exuberant 更加具有情感 更加elaborate 更加有煽动性 是这样产生的 那么所以呢 就慢慢就变成了一个运动 那第一次 用这个巴洛克这个字 来称一个艺术风格 是一本著作 叫这个人叫 Rommel Rommel的全名叫 John Philippe Rommel 他写了一本书 叫Hippolyte and Odysseer 在这本书里面 他就第一次用到 巴洛克这个词 来描述这种艺术的风格 那这个 当然后来 我们就沿用 他这本书 已经是很长的时间了 我们说这本书 是1733年的 一本著作 这个 Rommel R-A-M-E-A-U Rommel 这本书是奠定了 巴洛克这个字 巴洛克这个字 他在写这本书 1733年 巴洛克是全生期 并且大家没有想到 巴洛克会延续这么久 当然呢 其中有一个 有一些国家是 当中是巴洛克 就慢慢被另外一个运动 取代了 这就叫法国 法国呢 巴洛克以后是 Lococco Lococco呢 又延续了几十年 然后才出现了 新古典 那这个我们就讲 这个顺序 那今天我给大家讲清楚 就是顺序是 文艺复兴 巴洛克 Lococco 然后才是我们后面 讲的新古典 然后才是其他的 那么我们今天呢 就告辞一段 好的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